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涨跌密码来看今天台北股试试陈现在平盘上下震荡 中场是上涨23点收在16644点 成交量能是2540亿元 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问你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股张宇明分析师张老师好 婷婷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陈义均分析师义均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今天排名向观众掌我赶快问你先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今天台股市反弹了23点 目前来讲今年2022年一整年总共跌掉2000 2000点差26点就跌2000点 当然跌得非常深 昨天盘总是跌破2000点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新闻 说真的看到这新闻也是觉得很轻訝 投资朋友你可能不晓得大陆股市跌掉有多惨 好A股沙升震天3000点都跌破 昨天是跌到2928跌得非常非常深 当然因为我本身这个是大陆 这个有牌的分析师 我现在台湾的时候就去考大陆的分析师 考过了而且在大陆上过电视解盘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合法考过大陆分析师 证照而且上他们的合法头顾在电视解盘的 目前台湾第一个就是我 当然我有很多大陆的粉丝 他们都问我老师怎么办 怎么办你刚才回来大陆救我们 好 那我们看这个新闻投资朋友 我们来想想看 A股到底什么时候转空的 投资朋友在这里 卖出讯号在这里 这里是去年的11月中 投资朋友你看懂吗 他已经转空很久很久 就四五个月了 所以很多人完全搞不清楚 然后就这样一泼进去 然后赔了一屁股 很多粉丝都发 老师我都赔到快疯了 怎么办 你的股存系统也不来救我们 我现在没有去大陆 所以就这个不做了 当然这在股存系统F12的画面 还是可以看到上一股市的主板 上一股市的大牌还是看得到 目前当然这是空头格局 所以我们做股票的时候 我们要看 不是光看台湾而已 香港 日本 上海 对不对 甚至是欧洲股市 法国 德国都要看 当然包含美国 道琼里斯塔 S&P 费成半导体都要看 如果你看不懂 你绝对会做错方向 我想这些在股存系统 F12的画面通通有 我前一天也解释过了 这画面是很简单 就可以看得懂 这三线架构就是不对 所以它就一直跌 到目前为止 没有触底的迹象 还没有跌完 这格局还是三线转空的 我想这样就很轻松 很简单 你就看得懂 我们看这个新闻 外资昨天大卖了421 台股跌了404点 跌得非常非常的深 好 那重点 这边还要用小字 台币的汇率 昨天已经贬到29.37 已经贬得非常非常深了 台币汇率贬值 这一波从27.5贬上来的 已经贬到29.37了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贬值代表什么 代表经济力的衰退 货币越弱 经济就越弱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目前从27块多 27.5贬到29.3 这当然对股市是非常不利的 那这我之前都跟他提醒过了 那不晓得 你晓不晓得台币的汇率趋势 到目前为止是在哪里 什么时候开始走扁的 这图一样在股神系统F12画面有 请问走扁几个月了 天哪 是今天吗 不是 这里是 二月 一月 二月 二月初就开始走扁了 那当然目前已经来到了 这个四月底了 所以他已经走扁好几个月了 那如果你看不懂这样的趋势 这会不会影响大盘 当然会 我们刚刚讲台币汇率代表国家经济力 汇率越弱 国家经济就越弱 所以当台币汇率走扁 这27这29 往29方向是贬值 当台币汇率在贬值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股市 拉回的压力 非常的沉重 所以你这个你都必须看得懂 但是我相信没人会跟你讲这个 因为每人都跟你讲 我没有掌停板 你赶快办好手续 我带一座掌停板 你都看惯这种节目了 所以你都专烈没有提升 没有提升 势必就保护不了你的财产 你就会缴学费 好 失守万七 人都说万七就有手了 结果万七哪有手 万七不是跌破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不要相信这些 这种文章 这不妥当了 那我们跟大盘目前来到 七个月的低点附近 这是非常非常惨 这一波跌得非常深 很多人受到很大的伤害 好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大盘 这张图你没有方向 对不对 它为什么这样跌 那你看这张图有没有方向 有啊 这里转空 卖出讯号出现 卖出讯号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 这么多卖出讯号 三线早就转空 你怎么会期待它大涨 看到吗 这边反弹在弹什么 其实所以没有翻多 下面两条线翻多 是一个弱势的空头反弹而已 卖出讯号再出现 再跌一波 看到了吗 所以这转空多久了 天哪 这里是一月 一月中 它不今天才转空告诉你 这一月中就已经跌破了 就有问题了 这一波反弹上 再出现第二个卖出讯号 第三个卖出讯号 第四个卖出讯号 就撞掉了 看到吗 就挂掉了吗 所以说跌这两千点 可不可以避开 当然可以 至少我的解盘 是跟你讲很清楚的 也没有模拟两颗 可能会这样 可能会这样 可能会大涨 又可能会大跌 那屁话那有什么好看的 我从来没有这种解盘 好不好 看得见危险 就不再是危险了 你知道了吗 你不会去买吗 懂意思吗 就像我们车上装车速机一样 前面300公尺 有车速照相 超速 限速60公里 那你要开70吗 你开70过去 一张罚单了 你知道了吗 你看到危险了 你知道危险 你当然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我们说看见危险 它就不是危险 你就可以避开这样的危险 好不好 来 张爱明 昨天大跌400多点 跌到7个月底点 4月25号 昨天 今天台股跌2000点 我喝茶聊天而已 这是我昨天的测标 所以真的要写这个测标 我敢跟你说 我在喝茶聊天 这个不容易 我有很多客户 如果我们要做对 然后说我都在喝茶聊天 我靠 我们都赔死 你还在喝茶聊天 我交钱 你拿来还给我 那都来公司退回 所以我敢跟你讲 你把他表示我做对 我没做对 我怎么敢这样讲 对不对 而且这一波 我做得非常好 好不好 那我们的股市里面 你要能够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正确的操作观念 加正确的操作工具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做基础 你是不可能成为赢家的 很多人的观念都错了 那你的工具是什么 你又没有工具 又没有正确的观念 你没有两个做基础 你怎么赢 你的操作一定是错误的 是因为这两个做基础 你的操作才可能是正确的 然后才会赢钱 这样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观念不正确 工具也不正确 你怎么可能赢钱 这道理是很简单的 我举一些例子给你听 有一个太太说 要抓住男人的心 先抓住他的胃 这不是一个太太说 这是我们台湾 很多太太都这样说 要抓住男人的心 先抓住他的胃 菜做好 去上烹饪吧 老公就不会有小三了 对不对 都这样认为 那请问这句话对不对 要抓住男人的心 先抓住他的胃 这句话对不对 太太说了嘛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见过哪一个男人出轨 是因为小三炒的饭很好吃 哪有这种事 跟这没有关系 懂意思吗 所以这句话当然是不对 但是你把它当做对的 你就完蛋了 一个太太不希望老公出轨 每天在练炒菜 我去碰一棒 你就算被付赔没 你老公搞不好去找小三 懂意思吗 跟你炒的菜没有关系的 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 男人出轨 那是因为小三做饭好吃 不是嘛 是因为他年轻身材好 那是他做饭好吃 这两回事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你的观念如果不对 你的方向就不对了 一直在做错误的事 然后把它当做对的 那你怎么赚钱 怎么在股市里面赚钱 好不好 第二个问题 有一个人 今天4月26号 早上9点上班时间 哇 车水马龙 他在台北市南京东路 跟建国北路口 就是我们公司附近 他等了两个小时的车 依然叫不到计程车 在路边挥手 依然两个小时过去 依然叫不到计程车 你说老师怎么可能 他车那么多 他怎么可能在那边 计程车 两个小时 拦不到计程车 对不起 拦不到 真的吗 不可能 我给你看可不可能 你告诉我可不可能 不要说两个小时 他站在那边一天 也拦不到一台计程车 你信不信 为什么 可以人家有坐的 那股票就失去了 逼真气就坏了 最少200公斤 懂意思吗 那他计程车谁要载他 载他的股票失去了 这200公斤压下去 股票还能火 还能不换吗 换一个股票四五千块 这个人在那边拦计程车 我跟你讲 不要说拦两个小时 你拦一天也拦不到一台计程车 那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不要光看一个问题 很简单 其实不是这样 你看不到问题的深层 你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你讲答案是错的 好不好 好 大盘目前在这里 年线 半年线 季线 月线 全部四条均线往下 往下什么意思 均线是一个平均的买值 年线就是一年买的人 平均值 当四条均线通往下 哇 要求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往上 这个没那么快 懂意思吗 往下之后会形成死亡交叉 月线破季线 月线破半年线 月线破年线 季线破半年线 已经形成四个死亡交叉 如果好怎么叫死亡 应该就黄金 你有听过吧 黄金交叉 好的 死亡交叉 不好的 那如果这个盘面很好 怎么有四个死亡交叉 不可能 应该叫黄金交叉 什么叫死亡交叉 短天起均线 由上而下 跌破长天起均线 像月线破季线 就是月线比较短 季线比较长 短天起 由上而下 跌破长天起 叫死亡交叉 所以目前已经有四个死亡交叉 你真的以为分析师看不懂 哪有可能 这白痴也看得懂 怎么可能不懂 目前股价在半年的低点 七个月低点 所有买进去 全部套牢 四条均线往下 股价跌破 半年低点 七个月低点 四个死亡交叉 整组坏了 那为什么都没人跟你讲 对啊 为什么都没人告诉你 那谁一直在跟你提醒 告诉你 就是我 当然就是我 我不是今天才告诉你 我跟你讲很久了 对不对 好 电子骨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更严重 因为它更早 四条均线跌破 好不好 所以我们电子骨 整个都起来了 全部都挂了 这盘就烂了 这已经 这个不是啊 这已经完全都挂掉了 对啊 你怎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都没人告诉你 告诉你 大盘重要吗 重要啊 电子骨重要吗 重要啊 为什么都没人告诉你 你想想看 那你看那么多财经节目 有用吗 你看那么多YouTube节目 有用吗 没有用 你看那么多报纸 也没有用啊 谁告诉你呢 没有啊 你应该不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 可是没有人告诉你啊 你看多可惜 好不好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是一个 波兰的诗人讲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所以你发现很多股票 跌了乱七八糟了 已经没办法收拾了 哎哟天啊 七个月跌点 收码已经去筹码 全部套了 懂吗 为什么 哎哟 我们早就转空 你为什么不走呢 你为什么要傻傻 站在原地呢 不是吗 赞米没有告诉你吗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我讲不是一天 我从二十七号讲到今天 今天四月二十六 我已经讲两个多月了 不是讲一天而已 跟你讲这格局不对 这样你要小心 避开 这样你要停损 不要乱买 有讲 好不好 我跟别人最大差别就是 你看不到危险 我看得到 危险在哪里 在这里 卖出巡套就是危险 三条线破两条 怎么会不危险 三条线都跌破了 所以出现绿色卖出巡套 怎么会不危险 那你为什么这一段 还一直报到多单等等 站在原地 在那边傻傻的 不是吗 这不是你应该赔的钱 这是你应该避开的钱 不是吗 好不好 好 那我跟你讲 18619 这台股历史最高点 可能是今年甚至未来 三到五年 甚至未来五到四年的 最高点原因就在这里 我不是今天才告诉你这个问题 早就讲了 不是今天才讲 不是吗 好不好 我不会马后炮了 只有马前炮了 张爱民早就跟你讲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有没有 2月7号 送你三个一千万 有这么好 有在这里 千万要小心 这个盘不对的 千万要停损 你错了赶快出场 千万不要去摊贫 三个一千万 有没有 有 电视网面 在这里 2月7号下午2点26分14秒 有没有 这不是乱讲的 真的有讲 真的有跟你提醒 这边超过50天了 对不对 60天前就跟你提醒了 有没有 好 2月12跟你讲 开始大盘电子股 要开始以天屠龙 跟去年7月份讲 航一股一样 有啊 不跟你开始要讲 以天屠龙了 我这样就是用 航一股的图卡去盖 有啊 有讲 请问有没有土了 都跌到7个月底 还没有土 对不对 什么时候开始低比空单 2月17号 什么时候开始 空单全部出清 更正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低比空单 2月17号 什么时候多单全部都没有了 只剩下空单 多单慢慢出了 到2月20号 全部都卖掉 全部都空单了 全部没有任何一笔多单 从2月20号到今天 到这边 全部都空单 没有多单 你看你还报多少 到现在 赔了多少钱 不是吗 如果你有这样做 你看多开心 多幸福 多愉快 对不对 好不好 有了 2月20号 历史高点转空 是很可怕的事 有没有 现在的你 一定很感谢 2月份 你当时爸的话 听进去的你 那就可以避开 这样的受伤 懂得意思吗 天哪 7个月地点 你看多少 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有没有 4月25 当跌到7个地点 我这泡茶聊天而已 这太了不起了吧 去票有得好 天老师 我这样跟你讲 如果我没有做对 我能这样讲 没做对这样讲 会不会干爆 有一种真理叫做 事实胜于雄辩 还要几盘吗 还要讲什么吗 我早就跟你讲了 没错 事实胜于雄辩 还要分这盘 是多头空头吗 这答你很明显 有一种卓业叫做 望尘莫及 什么叫望尘莫及 这一台车开过去 咻 怎么那么快 车到底是什么 我没看到 就这样 车怎么不见了 干不到尾巴 你知道吗 望尘莫及 有一种卓业叫做望尘莫及 你看多少人在看我 四个字望尘莫及 听到张明 望尘莫及 太厉害了 没办法跟了 跟不上了 好不好 有一种无可取代 叫做获利 在股市里面 获利是无可取代的 有没有道理 散户为什么会输钱 涨的时候 每天看压力 哪里有压力 哪里有化地支线 跌的时候 每天看支撑 哪里会 1700有支撑 1700有支撑 1800有支撑 跌破 1700有支撑 跌破 对不对 现在跟你讲 1600有支撑 化支撑 自我满足 你这样做一定输了 涨的时候没有支撑 跌的时候没有压力 我讲的话 你把它记起来 对你一定有帮助了 好不好 操作股票大计 四个字 预设立场 哪里有支撑 四个头 哪有支撑 好不好 营加有什么特性 涨的时候没有压力 跌的时候没有支撑 记得 你可以手机 把它拍照拍起来 不要预设立场 做股票预设立场 你就输了 好不好 分析等于预测 预设等于猜测 与其在盲目猜测 不如认清当下 如果你在27号 就知道这个盘转空了 要赶快出场 你今天会有这么多 多单报道 现在赔了一屁股 你什么时候看 我在跟你分析 有可能这样 我都直接跟你讲 标准答案 懂意思吗 当下什么格局 多头空头 搞清楚 你这样就会赢了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很简单 直接看标准答案 比较快 如果你有标准答案 就不用在那边猜 因为分析 只有一半的机率 甚至不到一半的机率 分析就是预测 预测就是猜测 猜测就是算命 同意思吗 好不好 这是我从 4月7号到4月25 不到20天 总共 19笔 每一笔都是赢的 你看多开心 我的会员都非常开心 非常的满意 好不好 每个人都笑嘻嘻 第一个没有套牢 第二个赚了这些钱 都非常愉快 这张表示 2月7号开始放空 到3月15 一样 这边多少笔 18笔 这一页19笔 18 19 总共37笔 这是我各级会员 操作累积的获利 只有三个等级 普会特会总统 原则上都做差不多 都几档就几档 37档 三个等级分 一个等级最好 12档左右了 非常开心 好不好 好 做对做错差别 很简单 一样100万做错剩不到50 做对 我不用赢50 我赢20就好 差几倍 2.4倍 很可怕 好不好 现在跌那么深了怎么办 什么都这样问 到这边 你想问这样对不对 我把答案告诉你 现在跌那么深了 你应该怎么办 最安全的路 就是跟赢家同行 这样听懂了吗 你不要再问怎么办 好不好 获利检验投资 选择成为赢家 做抗贵 三条 比做抗贵 选对 比做工作更好 没想法 看一眼做抗贵 这样讲 那股市人 选对人 比你工作努力 100倍 都重要 好不好 选对最重要 选择才能够成为赢家 你选错就完蛋了 好不好 人生需要是准备 不是昂贵的茶 是喝茶的心情 懂意思吗 这好朋友传给我 他说人生需要的是什么 准备 不是昂贵的茶 而是喝茶的心情 讲得很好 股市里面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准备什么 不是昂贵的资金 是对的人 懂意思吗 就算你有100万也没关系 你找对人 慢慢会增加 你准备很多钱 找错人输光 没有用 好不好 所以说股市需要准备的 不是昂贵的资金 而是对的人 好不好 小组A25006999 小组A25006999 这是我的LiTE ID 你可以搜寻 加入 把问题发给我 有电话就留下来 赵阿姆会尽数回答你 把身交时停下来 那么更多操车的建访 我后来拒贼 请赵阿姆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东森粉丝赞 email 手机扫描QR call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定留下来 赵阿姆会尽数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te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盛粉絲病人 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敏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長 點名碼進步各股解析 再把時間交給張宇敏老師 好的 報紙一大堆利多 股價漲不動 所以你要知道 這一定有問題 你就不要再看報紙做了 今天還在發利多 半導體經營代工 提升到66%戰流率 台灣算是很強 當然你買經營代工 如果你看到新聞 你也不曉得要笑還是要哭 為什麼 台積電高點688 今天跌到544 一張14萬4賠掉了 股價來到11個月低點 可是你不曉得為什麼賠的 對 獲利這麼好 數字這麼漂亮 自成這麼先進 那為什麼股價跌成這樣子 一張14萬4 那如果你買到了 你不就哭死 為什麼 早就轉空了 我跟你講 這格局是不對的 我今天才告訴你 不是嗎 到底688有什麼問題 你可能找不到答案 股價盤整衝高 指標都翻多 為什麼這個地方 馬來反而掛了 一張賠14萬 來 688在這裡 你告訴我有翻多嗎 沒有啊 哪有翻多 空頭格局 懂意思嗎 所有指標都翻多 只有股神系統不會翻多 為什麼 看懂嗎 你買進去一張就14萬 所以這些風險 都是可以避開的 我有跟你提醒 不能追 好不好 好 連電影一樣 跌35%了 格局完全錯的 賣訊一大堆 空頭格局 好不好 林巴克 外資多空論戰 不用論戰 空頭格局 有什麼好論的 趙衛銘在2月16號 有沒有 今天4月26 70天前 到今天外資在論戰 我不用跟你論 我70天前都告訴你了 過了 我70天前就跟你講 我今天才跟你論戰 不用 到今天才論戰 不曉得要論什麼 好不好 70天前 戰我們就跟你講了 轉弱了 Icd轉弱了 過了 一張已經跌38萬了 如果你買進去 你看 32%不見了 還要論什麼戰 38萬不見 還要論什麼戰 這是空頭格局 懂意思嗎 原來如此 難怪我知道轉空了 你有看到了嗎 這樣懂意思嗎 2月16號 70天前 我就跟你講了 Icd设计掛掉了 不是現在告訴你 好 不是身在抗不走 整個抗抗走 那就完蛋了 好不好 一樣是Icd设计 例忘 第一季4塊9 時尚最佳 問題有什麼用 頭這邊 禮拜有跌停板 禮拜一跌停板 拉回多少 55%了 1385塊不見了 1395塊不見了 懂意思嗎 好 這什麼格局 看得清楚楚 你才會操作輕鬆鬆 什麼格局 就是空頭格局 這有什麼好論的 這空頭格局 到目前 還是沒有修正完畢 好不好 敦泰 大灣配息 15% 殖利率13% 這是鬼扯的 沒有殖利率 騙人 股價跌多少了 不多 61% 高點 298 現在變115 這樣跌多少 一張將近18萬 180塊不見了 還給你什麼殖利率 租個頭 你這股價 你怎麼要回來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什麼格局 原來早就轉空了 空頭格局 這外面最高點288 那裡股神系統呈現什麼 就在這裡 這是298 呈現什麼 低線很短 下面長 低線短代表什麼 代表上檔壓力沉重 代表什麼 邪惡的第五波 三個椅子 這個腳特別短 你敢不敢坐 坐完就跌倒 摔死你 懂嗎 是不是特別短 邪惡第五波 不能弄 懂沒有 懂意思嗎 只要所謂的邪惡第五波 買進去就掛了 有沒有 就跌快五成了 好不好 包含台勝科 剛剛講的是這樣 低線太短 最近也是一樣 這都不對 金號科也是一樣 所以跌下來 好不好 邪惡第五波就這樣來判斷 好不好 景碩對不對 發力多 景碩發兩個力多 哇 無價到半年低點 這外面有沒有早就跟你講 這轉空了 要避開 包含新興也是一樣 包含 ABF 整個租金都跟你講 2月16號就這樣 轉空很久了 有沒有講 藍電這檔股票 已經賺超過102塊了 天啊 一檔股票賺得比101還高 你看多開心 所以股市裡面 有沒有方法 早就講 不是今天吹牛 早就講了 這都有講 一定有講 好不好 看得清楚 才能夠操作輕鬆 才能夠成為贏家 才能夠把102塊 這賺進來 哇 賺太多了 太開心 37比 好不好 方法對方向對 一定賺錢 好不好 股市最安全度 就是跟贏家同行 歡迎加入搜尋 把電話留下來 你有什麼問題就留下來 這樣也會盡速回答你 申交給停券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也要提醒 觀眾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薦 分析制各表家證券 無不當之 才有類似關係 東森粉絲耐手機 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藝銘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藝銘會盡速回答你